醉到時光荏苒 正翻 紫然青蛙 海棠盛夏 小璇烹茶茉莉花 情歌唱把蘭浓琵琶 總是他明媚中細小怒蠻 流眼中下肺如人大 我果然不伸手箭啊 盛中刹那 晴空昼雨下 人间清澈熙千怀 有心底如花 容霞 你在这儿做什么 你不是去青楼了吗 在下是定青之人 去青楼出馆 不同 于郡主 一时不惊 算你还有点觉悟 今日 我再次练了一天 方才明白 若是花花教我射箭 明明是射得不好 却非要骗我进步神速 如此 辜负了学习者的一片热忱 此举 着实不妥 华华是真心想学琴棋书画 而我却未曾以同等地认真对待 一切的国策 都因如某一人承担 华华能否原谅在下 气墨气化了自己 我想学琴棋书画 那是因为 算了 博爷 你这个例子举得不太好 真不知道当年你是怎么靠人客举的 好好好 其实啊 这射箭呢并不难 你本身功夫就不差 连写字画画这么难的事 都做得那么好 射箭呀 只要勤加练习 一定能成为大业第二神射手 那往后博爷教我画画 我教博爷射箭好了 其实如果画画不喜欢 就不必去学那些 书画本就是移情养性之物 不会也无妨 可是 若将来咱们在一起了 我什么都不懂 怎么和博爷琴瑟和鸣 当神仙眷侣啊 画画此言诧异 一来我们将来一定会在一起 二来 画画会的东西有很多 画画喜欢骑马 喜欢射箭 喜欢漂亮的衣裳 喜欢好吃的甜点 这些柔某都很喜欢 你我二人之间 已经走近了很多 剩下的 就交给我来 好吗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好吧 虽然我很喜欢 琴琴书画的 但是我为了你可以忍痛不学 那容某 可否也忍痛不学射箭啊 那不行 好 都听画画的 容某定情节练习 早日成为画画的高徒 看在你这么听话的分上 那 我奖励你一下吧 我奖励你一下 画画 我想想如何奖励我 别动啊 明日把场见 我奖励你一下